利格币,简称CBC,是全新的加密数字货币 基于互联网开源SHE256算法技术 POW工作量证明机制加SSL安全协议 采用点对点网络开发的区块链 是一个安全的网络支付清算系统 了解利格币的人说这是金融领域的革新 必将带来新财富的倍增 利格币是去中心化分布式加密数字货币 由所有用户来支撑 没有发行机构 它不属于任何个人、企业、机构、银行、国家 利格币来自于网络、流通于网络 没有人可以关闭利格币系统 所以它是非常安全的 从用户的角度来看 利格币就像是网络上的钞票一样 利格币率先应用实施密码货币的概念 结合了比特币、莱特币的优势 它提出了一种新型货币的想法 也用密码技术来控制货币的产生和交易 而不是通过中央机构来控制 利格币限量开采 总量10亿枚 每一枚都有唯一编码和密码 它以数字化形式存储在网络和电子设备中 预计于20年时间完全挖掘出来 并在市场流通 利格币网络分享着一个公开的 被称为区块链的综合分类账 这个分类账包含所有已经完成交易的详细记录 用户使用电脑可以清楚核实每一笔交易信息 正在进行交易中的信息 会自动传送给其他用户 通过签署协议确认交易 所有用户可以通过QKind地址来传送和接收利格币 他们对利格币有完全的掌控权 利格币与比特币相比 交易速度更快捷 比特币区块生成时间为10分钟 需要6个交易确认 实际交易时间需要30分钟至1小时 而利格币区块生成时间仅需1分钟 实际交易只要10分钟 这绝对是数字货币史上的一次革新 利格币可在一分钟内从欧洲转账到美洲 无限额 无时间延迟 超低廉的手续费等多项优势 利格币钱包密码具有高度的隐秘性 让支付更安全 更能有效保护到用户个人私密信息 利格币的出现并非偶然 它是货币进化史的一部分 是数字科学创新的结晶 回顾货币史 任何一种形式的货币 从诞生到发展成熟 都会经历质疑甚至排斥 它也像传统货币一样 并非天然完美 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完善 也许你会觉得以网络为基础的利格币 不具备实际价值 然而货币最实质的根本就是信任 越来越多的人在网上购物消费 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互联网开始投资 如何快捷安全的支付方式更为重要 利格币正是基于这些原因而诞生 它作为网络流通的代用货币 正在突破地域 民族 文化 信用等约束 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使用 毫无疑问 利格币代表了数字货币未来发展方向 因为网络让世界连成了地球村 因为网络让利格币和我们连在一起 请相信利格币一定会成为下一个数字货币的奇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